欢迎组定股市群会 事实上在台股市表现里头的话 在今天台股市的最后的结算日子里头 尾盘垫高了 拉高结算上涨了30点到8606点 但是量也只有715亿元 当然今天掌握的是在这些类股的选股题材 包含像是在生计族群身上 马上为您邀请到信杰兄 信兄你好 苏先生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午安 是 信兄竟然掌握从坡断的行情 到现在震荡里头出现标股 接下来观察重点 我想其实整个台股我相信 也不管是在之前的一个高档 在整个三月份的8800点 我们当时全市场 唯有我们在8800点看空 带着大家避险放空 到整个避开的之前跌到8000点的 800点沙盘 好 等到整个5月中旬8000点的时候 全市场最一片恐慌害怕的时候 你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在8000点 补空翻多 再带着我们家组成员 以及各位亲爱的投资 赚了这一波的700多点 一个行情上来 好 那整个来到端午节之前 8700多点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以及我在FB股市群位里面 所播的文章 都跟投资讲清楚 短期间这盘就是要进入一个 区间的震荡整理 好 那或许 在整个端午节过后 也许是在礼拜一 台股不是当天开低走低 重挫了179点下来吗 那我相信 礼拜一的那根长黑下来 原本这一波 从整个低档 8000点沿路放空 被人家嘎空 嘎到 嘎了700多点 嘎到8700多点专家 我相信一定会恐吓 下午各位投资朋友 说台股这边是一个反弹结束 又要进入一个大空头 要大崩盘下去 可是你会发觉 如果你拥有我们的超盘软体指标 我相信我都很客观的跟投这么讲 来 回过来看到我们的软体指标 这是在6月13号那一天 台股这礼拜一 大跌 当天台股大跌170几点 我拿我们的一个超盘软体指标 跟投资做个分享 那我就把结论跟投资这么讲 我说现在这盘叫做整理盘 这一次整个从8750点下来 我说它跟之前的这个8750 8800点这附近下来 不一样 那唯一的不 你说指数一样都是在8800点这附近 而且礼拜一还更可怕 中错了179点 那现在又有怎么样 整个所谓的 前几天还在跟你讲说 A股可能要纳入MSCI的一个利空 明天可能会有 美国要不要升息的一个利空 下个礼拜又有 英国的脱欧的一个什么 公投的一个利空 这么多利空 很多的人都告诉你 这是一个波段要大跌 请你赶紧跟着他在这边 去做任何的一个放空 卖股票动作 但是你回过来 你会发觉 如果就我们的一个超盘软体指标 我们跟其他专家 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你会发觉 当时在整个8750这一波 为什么我们在8800 会带着各个投资朋友 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避险放空下来 避开了这800点的沙盘 因为你很清楚看出来 当时的超盘软体指标 这个动能指标 是在高档 出现翻空的卖讯 代表这段时间 不论当时国际股市怎么涨 不论当时在这个头部区 外资天天给你买超 外资天天在什么 期货都是大步多单的情况之下 我说已经有人在偷偷卖股票 对不对 结果事后证明我们所讲的是对的 真的跌了将近800点下来 好 但是我说这次没讲 为什么这个礼拜一的 那根长黑下来 我说过的 这个动能指标都还是正着 代表什么意思 现阶段是要进入一个整理 有没有 现阶段是叫做整理盘 但不是要破断重挫 来 各位投资朋友 我想大家很清楚吗 不是美国股市也连跌两天 连扎三天了吗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都跌吗 对不对 欧洲股市不是连跌三天 甚至严格讲德国股市已经连跌 五天跌了700多点 那为什么台股这两天没差下去 当然你又要告诉我的吧 老师就因为今天是台子期结算 外资称高结算 对不对 搞不好明天又要大跌了 搞不好怎么样 我想这个都是空头永远那么多的理由 对不对 那如果你就一个很客观的角度 都很清楚吗 按照我们的超盘团体指标 我想过去这几个月来 你照着我们超盘团体指标 你绝对是市场上少数赢家 你绝对不会在今年初 7800点下 在这边放空 然后被人家嘎了1000点 你也绝对不会在8800点这边 因为空单被嘎了1000点 受不了 补空 补空之后在8800翻多 再被杀800 对不对 然后又跟着大家在这边 520前后附近 这边又开始放空 对不对 那怎么会从520这边 天天航空到这边 涨空的涨了700点 怎么会天天航空 如果你用我们软体指标 我想你很清楚 这边就第一档就很清楚告诉你 当指标出现翻多的买讯 你就什么 做多上去 不论指数 不论个股 就是找指标翻多的股票做多 那你说如果你是做指数 你做比较短的 当日冲的 或者隔日冲的 或是两三天做短线的 那你可以什么 也是一样可以参跑我们软体指标 你可以看我们的五分线 你可以看15分线 30分线来做 那我是在节目当中给你解盘 我是用个波段来讲 那你回过来看看 按照我们软体的指标 操盘软体指标 我想很清楚很明确 对很清楚很明确告诉你 波段的一个趋势方向 所以之前从整个7800 我们带你做多到8800 8800点告诉你放空下来 英国脱欧公投 早就知道的事情 又不是今天才要发生 对不对 这早就知道可能会发生事情 那当然是到最后这一个礼拜 市场当然是要拿出来炒作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整个之前在整个8800 你也知道我们高档 带你避险放空下来 对不对 而且你有从过去的经验 你又发觉一件事情 割头之后你只要顺势操作 我说为什么说 我不敢说我们是神 我不敢说我们是百分之百 我不敢说我每一次都让你 买到最低卖到最高 但是你自己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 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 原因留在哪边 那叫做顺势操作 这句话很重要 对不对 何为顺势操作 之前做多 你看从7800一路做多到8800 只有一档股票没有赚到钱 你不管 因为涨1000点 你随便买都是 几乎都会赚钱 只是赚多赚少 同样到底这波 从整个8800点避险放空下来 你有发觉 只有一档股票没赚钱 其他的不管多或空都是赚钱 原因留在哪边 不是我很神 而是我们是市场上 唯一少数懂得顺势操作的人 那之所以我们可以顺势操作 一来我们拥有全市场最精准的 最客观的超盘软体的指标 二来因为我们领先市场 掌握到每一步的关键转折点 包含这次的低档上来也是一样 对不对 整个软体的指标 是不是在整个低档这边 出现翻多满讯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在整个5月13号 全市场现在大家都跟你说 他放大波的最低档 真的都是胡说八道 但问是为什么没有人在这边 当天最低点的时候 而且有这个证据 可以跟董事长讲 我们就是公开告诉你 普空甚至翻多 而且我们普空翻多的时候 请问涨了没 涨了没 还没有涨嘛 对不对 事后证明我们完完全全都是对的 而且这波从低档上来 你看包含在同志 也是在最低点 告诉你这个要强力反弹 最少谈到季线上下附近再说 我说这一波从300多谈到400多块 这40%的涨幅 你可以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 掌握到 所以回过来看整个8000点 补空翻多到目前为止 700多点难道不能做多吗 对700多点难道只能还是要放空吗 700多点的行情多少股票 我还不敢说我买到的股票都是最标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自己很清楚 累积到目前为止 你只要掌握到的每一波的关键转折点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真的恭喜我们家族成员 也恭喜信杰老师我的忠实观众们 你绝对是这一波股票市场 甚至今年以来股票市场少数的一个大赢家 好那现在重点回来 谈到整个大盘加拳指数 我想一开始我也讲了 我们的软体指标就很清楚告诉各个投资 现在这盘叫做怎么样整理盘 这里不是要波段重挫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拳指数 来你看那一天礼拜一的长黑之后 这两天不是在做反弹吗 但是我不是说这边开始要大涨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里指数就是还要在做区间的震荡 好但是这整个区间震荡过程当中 为什么说很多投资票真的很可惜 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了 为什么因为看了太多专家 看了太多爆章媒体杂志的讯息 也因此吸收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讯号 所以每每错过了行情 而且有时候在股票市场 我们说自己下自己 对菩提本无数 何必自己的尘埃 老是自己下自己 而是错过了每次的买点 比方说这一次从整个低档上来 你自己想一想 我讲话有没有道理 之前在这边5月十几号 8100点上8000到8100多点打底的过程当中 你在担心什么 在担心520魔咒 在担心520之后台股会大崩盘 结果有大崩盘吗 没有 对不对 好那拉上来过去这段时间 你就在担心什么 市场上很多空头专家 之前跟你讲520会崩盘 结果没办法 起700几点 然后没有崩盘之后跟你讲说 如果今天A股纳入MSCI 跟你说如果A股纳入MSCI 怎么样 外资会撤资 外资会跑去买入股 台股会什么 刺金会失血 会大崩盘 结果你看 A股今天也没有纳进去 也没有纳进去那个MSCI 对不对 而且你看就算A股本身没有纳进去 很多人想说今天入股可能要崩盘了 没有啊 人家入股今天也是可以开一点低盘 就是什么 开低走高 涨幅还比我们台股还要大 是不是这样子 好那你现在担心这个 然后之前担心说 明后天美国的FED 美国会不会升息 对不对 我个人看法是说 不管明后天美国会不会升息 当然是一个美国的 英国的脱欧公投在下个礼拜 可能目前美国 安兵不动的几率会比较大 可能是在下个月会升息的几率会比较大 美国可能如果这个月 明后天没升息的几率是比较大 那应该是在7月下旬的时候 做升息的几率会比较大 但是我说你在担心美国如果升息 美元会不会转强 外资会不会撤资 你不觉得搞了半天 事实证明一件事情 今天指数还在8600 事实证明一件事情 过去这一个月喊空放空的人 就是被人家夸了600点 我们不要说夸到8750 就以今天收盘价8600点 还是夸了600点 我讲的没有错吧 就很多头说你就很可惜 已经错失了600点的行情 对不对 如果8点难道不能做多吗 600点难道做多赚不到钱 一定非要放空不可吗 我想未必吧 各位头说我觉得 我在讲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当你还在担心 下个礼拜三的 下个礼拜四的英国的脱欧公投 会不会过关 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 你看最近的欧股的拉回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反映什么 英国的一个脱欧公投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只把结论告诉你 当然信不信由你 你认同信解导师的看法的 你就跟紧我的脚步来操作 你要跟紧我盘中给你的讯息 个股的买卖点 你跟着来操作就对了 第一个我个人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英国脱欧公投下个礼拜 我认为还是利空出境 详细的原因理由 我把详细的原因理由 我都po在FB的股市群会里面 我所写的文章 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我把结论告诉你 你想知道原因理由的 你去看FB股市群会 我所po的文章 这样可以吧 那节目我就告诉你 英国脱欧公投 下个礼拜也是利空出境 好 那我现在回过来 要跟同志们讲的说 与其去担心来打播 我把我这边的字卡稍微放大 我觉得这是太重要的 我说个头之后 与其去担心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 与其去担心明后天美国会不会升息 与其去担心如果美国明天没升息 会不会七月升息 与其去担心台股会不会崩盘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结论就是你过去这一个多月 你担心了这么多 事实证明确 证明一件事情 你少赚了600多点的行情 不管在指数 不管在个股 你不仅少赚了600多点 甚至如果逆势放空的 还会被人家嘎了600多点 一来一回 差了相差1200点 对不对 做多赚1200 跟放空被嘎 做多赚600 跟放空被嘎600 一来一回可是差了多少 高达1200点之多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你与其担心 这些东西的不确定因素 我回过头来 我觉得投资你不如关心 你不如专心去想 谁下半年的获利 一定会比上半年还要好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吧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个头说 你做股票做久都知道 基本面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获利下半年 一定会比上半年好的公司 好了就算欧洲的脱欧公投 短线震荡 对不对 英国的脱欧公投的一个短线震荡 就算是美国会不会升息的短线震荡 就算是台股 可能这波涨了700多点 这边会有一个短线震荡 但是我相信个头之后 也绝对会认同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只要下半年的获利 会远优于上半年公司 那我相信这些股票 在未来可预计的 第三季 甚至在下半年股价一定会有大涨的条件 一定会有行情 你觉得我讲话有没有道理 所以回过来你去担心这些 不确定因素干嘛 不如回过来找好的股票 对不对 就算短线震荡 就算真的被短套个一两天两三天 我相信你只要买对好的股票 你都有机会在股票市场 解套获利大赚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谁 谁 哪些类股 哪些族群 哪些个股 下半年获利 一定远优于上半年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这也就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 甚至我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主要跟头之后分享的 沟通的观念在这边 与其担心公投的结果 不如关心谁下半年获利 会远优于上半年 那很简单 我相信这么多类股 当然还有更多类股族群 但是至少苹概股 应该是市场最公认的吧 那为什么说市场上最公认的苹概股 下半年获利一定远优于上半年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苹果的特性叫做下半年才会出新产品 对 包含在iPhone7 包含在MacBook 对包含在整个 所谓一个平板电脑或是MB的部分 都是在下半年才会出新品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跟头之后讲清楚 苹概股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上半年获利不好 也因为之前的苹概股的 上半年获利不好 所以为什么当时 我们在高档区 8800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是带着你放空苹概股为主 因为当时我们跟头之后讲得很清楚 苹概股的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财报 也就是上半年财报很差 对 所以股价一定会先跌一段 来反映苹概股的财报利控 所以当时 我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当时 我带着个头之后 放空苹概股的原因理由 我相信都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回过来 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六月中旬了吗 不是再隔两个礼拜 即将进入七月份 即将进入下半年的吗 那现在回过来是看 哪些股票是下半年会比较好吗 所以回过来说 为什么说苹概股 我相信大家很认同吧 下半年 苹果要出新机 几乎90%的苹概股 获利一定有用于上半年 比方说 来我们就举一些 我在节目当中天天跟你分享股票 以二四七四的可乘来做分享 对不对 为什么之前带你放空这一段 你之前很清楚吗 这一段 空单带你先怎么 先赚二十几%起来 对不对 奇怪了 怎么高档没人叫你放空瓶盖 只有叫你放空瓶盖 怎么跌到现在 才有人在叫你放空瓶盖 对不对 现在叫你放空瓶盖的专家 你不觉得都是三月中 带你买在70块的瑞宜吗 你不觉得都是在三月中 带你买在80块的F真顶吗 你不觉得都是在三月中 带你买在120块的FGIS 不觉得都是在三月中 带你买在290块的 可乘的这些人吗 这三月中 在高档买瓶盖股 现在却在低档 航空瓶盖股 那不觉得是本末导致吗 那为什么这些专家 会在这航空瓶盖股 因为他看到的是 五月营收瓶盖股的不好 因为他看到是第一季 或者第二季 瓶盖股的财报不好 但是别忘了 股价都是领先反应未来 所以为什么 这些专家 老是带你没办法 在股票上赚到钱 甚至搞不好放空都被嘎到 因为总是后知后觉 好 那我们回过来谈到整个瓶盖股 我想以可乘而言也是一样吗 你看来 去年 他可以赚三十几块 可乘去年赚三十几块的公司内 你去看他的结构 上半年他赚十一 去年上半年赚十一 下半年可以赚二十一 对不对 那今年上半年大概赚十来块 下半年如果赚个二十块 不是今年一样赚三十块左右的公司吗 对不对 所以之前这一段 我带你放空 第一档带你补空翻多 再来一段上来 好那我在这个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你不觉得说我也是利用 六月初公布五月营收的时候 利空打下来的时候 我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再把可乘买回来 对 那可乘你会发觉 最近就是在这边一个平台的一个整理 那我讲过 为什么可乘最近要整理 他就是在等待半年线走平翻扬 未来这几天随时准备要走平翻扬 因为要扣低档 他就是在等待他的 未来的营收准备上去 好那虽然今天可乘是压回整理的 那我认为今天可乘压回整理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不是要提供给各投资朋友 你另外一次好的上策机会吗 对如果今天可乘直接开高走高 大涨上去 你还不是要追 为什么 因为要准备喷出去的嘛 所以这边的可乘的震荡整理 我认为仍然是买点 而不是买点 特别如果你之前 不论错过了这一波的空单的投资朋友 也错过了这一波可乘从203 涨到250%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震荡峰辉 请你跟紧脚步来操作 你不晓得盘中怎么买的投资朋友 我带你盘中做一个买技的动作 好第一档叫可乘 第二档 我们再把整个平概股这边谈下去 不然在FGIS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看FGIS怎么跌到这边在第一档去 为什么在高档 我再放空FGIS 你不跟着我放空FGIS呢 对反而在这边做多 然后跌了四十几%在这边再喊空他 你不觉得有点后知后觉吗 好那我不管别人怎么讲 我跟头之后分享FGIS这档股票 为什么当时我在上半年 我在三四月的时候 放空FGIS下一个原因留在那边 来因为我说过 他上半年财报非常差 来导播这边稍微放大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对不对 我说你看去年的上半年 他只赚多少 0.56 赚不到一块钱 赚不到六毛钱公司 但是你又发觉一件事情 FGIS下半年在苹果的新产品的什么 苹果开始出新机 对不对 苹果的旺季的加持之下 他可以下半年一口气赚6点多元 下半年的获利是上半年的高达几倍 是几倍 去年赚7块多 今年目前第一季赚1.14 好那你从这边就已经很清楚 上半年或者在上个礼拜公布的FGIS 5月营收很差 这是事实 这早就是市场预期中的事情嘛 但是当这个5月营收很差 第二季他的财报不好 这个打下来过程当中 你不觉得其实很多瓶盖股 都是在谷底吗 瓶盖股现在是涨翻天了吗 可曾现在是涨到三四百了吗 对不对 可曾现在不过两百多块 是在整个今年的波段的相对低档吧 FGIS现在是涨到一百多 的吗 还是FGIS现在是在整个波段相对低档 所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的看法是 如果过去这段时间 不管这一波空单 你有没有跟我赚到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跟我赚到投资朋友 对不对 这一波的空单 甚至这一波的从78.2 补空翻多上来的这一波 到96块 这两层的获利 你有没有跟我赚到投资朋友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高档做获利调节目的 就是利用这几天震荡拉回 我还要再把它买回来 因为下半年的平盖股 获利就是准备暴冲 如果你这边真的不晓得 该怎么操作投资朋友 来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special的活动 要跟我们所有 宪杰老师的忠实观众 做个分享动作 这个活动叫做 先上车 后补票 先让你赚到钱再说 那详细的活动 原因里有 小线活动内容 你有兴趣的 你现在都可以 透过广告时间 跟我们先上分 保持联络 好不好 谢谢 好 股市群会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3219933 我想去新加坡 我想为我们找一间最棒的饭店 而且我想用最划算的价格订房 你说好不好啊 找饭店 去挖狗 基隆港出发最方便 乘坐意识浪漫游轮 全家共享海上豪华度假天堂 冲绳石原岛 釜山长崎 福岗路尔岛 最划算的玩法 一架全包 吃喝玩乐任你选 花费有限 欢乐无限 还有贴心早鸟游会 暑假亲子孩童免费专案 豪华邮轮第一品牌 山富旅游 股市局卫宝 最后时间请谢谢兄弟您 我想除了刚刚所讲的 瓶盖股之外 我想这一波的基础生计股 你会发觉 我们再跟你推荐股票 不管大盘尺数怎么震荡 就是有本事 自己走自己的路 持续震荡走高 再写下整个今年波段新高 帮你看到的 419去复 今天盘中 也是再度写下 整个今年波段新高 我们在整个 之前的台北的活动里面 以及在上个礼拜的一个 胡条静跟你分享的 一个活动里面 对不对 跟你讲的1752的蓝光 今天盘中又来到什么 再度的写下 整个波段新高上去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财富是持续 在做个累积的动作 甚至包含在整个 415的东洋 今天也是收红一块钱 涨了一块钱 收在115 那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个未来一定会撞新高 所以除了这些标的 包含在瓶盖 包含在整个生气股 以及这档小夜城 你会发觉 这也是在一个打底期 这股价也是在一个打底期 以他目前股价在五十几块 今年大概可以赚到多少 你自己算 上下半年也都是一口 下半年谁太忘记 未来这档股票 绝对是极拉上去 这边整理完 绝对是一个极拉上去 所以如果这边 你真的 不晓得该怎么操作投资朋友 但是你又想跟着 杏杰老师我 把握底部 把握这次拉回 买标股投资朋友 来 我们今天特别推出 这个先上车 后补票这活动 那这个活动很简单 你只要待会 利用广告时间 跟我们先上服务员 火速联络 火速联络做登记的动作 留下你手机的一个讯息 我会在未来明后天的盘中的震荡过程当中 当标股的买点浮信的过程的时候 我会透过你手机的一个简讯 告诉你标股的买点 之后等到这些标股 从低档从底部大涨上去的时候 我同样会带你进 带你在高档做个获利调节的动作 所以这次先上车 后补票 除了带进一定带出之外 第二个 也是做个头之后你最想要的 先让你赚到钱再说 先上车 后补票 先让个头之后赚到钱再说 所以针对这个活动 你有兴趣参与投资票 欢迎你现在赶紧跟我们线上 福音保持联络 好不好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兴趣兄 这是在股市巡运会 当然这里头特别提醒了大家 几个观资到重点 转的关键之外 特别留心到这个选股的买点机会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